左手绘画右手写字 李美格的书画作品功力扎实 李美格1947年生于北京书香门第家庭 真属部李莲英是清朝大太监 爷爷李福恒过继李莲英为子 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毕业后回国任清政府外交官 父亲李福玉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 母亲李毅明毕业于北京大学 李美格自幼习画 15岁考入北京青年美术学校 学习中国工笔纵彩绘画 美专结业后一直从事美术工作 1978年加入北京工笔纵彩画会 作品多次参加展览 1986年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首次个展 展出书画作品七十多幅 1987年定居香港 1990年后多次到台湾绘画 1993年初为了深造又回到北京 继续努力作画 1996年在北京黄石城内 举办第二次展览 展出书画作品五十余幅 李美格逐手绘画 右手写字 以工笔人物突出 创意别具一格 其作品轻力典雅 功力扎实 这一次在台北市长官邸 一文沙龙展出工笔仲彩 工笔淡彩 写意及水墨书法等作品 法杰新闻记者 赖英荣台北采访报道